在广东朝鲜有一句明君俗语这样说 弄归小大宝 弃归小杂宝 意思就是说每年的农历五月开始就是南远的节日 华龙洲 由于各个地方的风暑时间各有不同 华龙洲也成五月一直延续到六月底 这一习俗在朝鲜地区不常常见 朋友们好 我是曹悠基 这次带大家来到广东上头观看龙洲比赛 而这次来到这个村子 据说也是一个有着近七百年历史的村子 而这里有什么故事呢 圈哥有用 现在就跟随我的镜头一起来发现 朝鲜村就称廖尾村也称台湾村 这是一个古村落 台胞多达三千人 这里位于广东上头采样去统一镇 北坎运河中段 村内溪流中藤 有小浅浪的美誉 同时也是一个古村落 村子始建于云朝年间 即公元1325年 由冯阳世家郭氏先祖来自创在 距今已有七百年左右的历史 走进村子 随处可见古老 而又富含传统意义的超商建筑 如果不是放开实测 一定会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传统古村 其实超广村不仅是一个古村落 也是一个红色乡村 解放战争时期 为推翻国民党的防洞统治 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在村子的郭树主持 成立了解放战争游击队和地下党党组织联络战 并且在坚固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同时当不起掩护上级同事的任务 为日后的解放战争和迎接解放军南下打下见识的基础 为什么叫台湾村呢 时间追溯到清朝中后期 由于北港银河还未形成地围 地势地窝 水落灾害严重 这次大清洗是在1917年 由于刚过饥荒之年 暴雨倾盆 炼江洪雪泛滥 长坊村成了一片汪洋大海 如今在台湾省地区的台胞就有多达3000多人 所以被誉为台湾村 而这次的龙州比赛 区分 区分是鼠牛 虎猪 狗兔 龙鸡 蛇猴 马羊 比赛以12圈为单位 各层之间在朝晚村辖区内的北港银河中进行 现场的气氛相当的热烈 实时剩下六月 劣志当头 但村民比赛的激情胜不酷俗 为了让现场观看的民众有一个完美的观看体验 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完成一次高质量的运动社会 各传言之间的实力毫无保留 极出充斥 最终是六合中的国兔 夺得冠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